昨天深水埗某大廈發生狡惑偷竊案 有個賊人疑似用自製的長棍薄鐵鉤 伸入屋內吊袋 護主女女聽到不明噪音出廳看 可惜一個屋內一個屋內沒有得罪了 她大約損失價值6000元的財物 當然擔心 那怎算好 不知怎算 這裡附近的治安有否差了 你覺得還是一直都是這樣 最近好像差了 以前也不是這樣 鎖好門窗盡量 以前也流行的 很久以前也是這樣 現在就少見一點 那就變得比較新奇一點 治安這裡一直都不錯 連維修搭棚是有點… 給那些賊人有機可食 事發大廈沒有保安看守 最近還搭了棚架 三月開始進行維修工程 不排除擦人爬棚架搜尋目標單位 而維修人員也會在大廈隨意走動 她說八月份左右就是拆棚 希望我快點拆棚 我不知道外棚 有沒有擠了竹 你知道嗎 你明白嗎 順手當然是拿竹 而這次釣魚偷野不是單一事件 就在上星期五 晚上十點多 另一樓層都有住戶受害 我星期五那晚我就去煮宵夜 然後聽到有些聲音 我就以為狗仔在捕那塊板 我就沒有在意 我們全部人在聽 所以就變成是他們聽不到 我就主要就是進去煮宵夜 所以就聽到聲音 到出來等多一個多字 再進去的時候我就想想 沒有理由我的狗仔做那麼久 然後再進去 立刻亮燈 她就看到她 她都呆了之後就走了 我家裡玻璃窗關了 因為開籃起 然後有窗花 有蚊紗三重的 她有本事就叫到我的窗 開了窗 半掩的窗 伸手進去 拿了我媳婦的電話 然後第二天 就發現蚊窗在外面的棚架 然後又帶了那些工具 我老公看到好像有把刀 有三樣東西 我就沒有在意看 因為當時想著這些證據 方向有指紋 所以就沒有移動她 女婦主自此出入 都打醒十二分精神 有點動靜 自己也是 女人也好 自己也移一下 多個心 而這次事發後 大廈貼了通告 也在每戶門口掛告示 提醒住客要提防到賊 而天台門也都已經鎖上 應該就是避免賊人 再由天台爬下去偷竊